水上加商的张将军在下午又发布了大雨特报 那么受到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 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有南部山区都有局部性的大雨 或是好雨发生的机会 而目前正在下雨的地方包括了像是南投仁爱乡的昆杨 累计雨量已经有10毫米 而由于这个对流云系在山区快速的发展 目前土石也很松软 再加上今天上午跟刚刚所出现的两起有感地震 很容易引发土石松动 我们要特别请山区的民众 还有灾民救难人员特别小心 一旦出现了大雨 有可能造成另外一波的土石流威胁 必须要特别留意